第二十题,小萱配置相同浓度的糖水,食盐水及盐酸,结果因为忘记贴上标签,所以把三杯水溶液搞混了,于是小萱使用右涂的装置进行检验,发现只有饼杯水溶液无法使灯泡发亮,只有甲杯可使蓝色水是指变色,则关于这三杯水溶液的组合,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。 我们看到,我们的饼杯无法使灯泡发亮,表示饼不是电解质,糖水,糖可以溶于水,但不会解离,不是电解质,所以饼杯应该是糖水,而会使得蓝色水是变色的应该是酸,所以甲杯应该是盐酸,所以可以使蓝色水是变成红色。 那么另外一杯乙就应该是食盐水,所以第二试题问我们说,则关于这三杯水溶液的组合,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,我们答案选的是A,甲,盐酸,乙,食盐水,饼,糖水。